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浩天啊 你跟珍珍就要订婚了 我希望往后的日子 你和友善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爸 关我什么事 怎么不关你的事 昨天你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知道 董事长 关于昨天晚上的事 那是 好了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你怕友善喝醉了 被我们骂 所以找个地方让他休息 但是你别忘了 你现在即将就是人家的未婚夫了 由你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太妥当 你应该在昨天找到友善之后 马上打电话通知我们 让我们把他接回来 是 董事长 不管你有多么坦荡 珍珍她是个女人 女人是很容易受伤的 我希望你多为她着想 别说是对不起她了 就连让她误会都不太好 知道吗 我知道了 谢谢董事长的教诲 好 爸 人家好心邀请你参加订婚典礼 你却一顿说教 这也太过分了吧 况且昨天的事情 我已经跟妈妈解释过了 你要数落我的话 可不可以等人家不在的时候 你还好意思有意见呢你 哎呀 好了 好了好了 你们俩也真是的 人家有客人在呢 总之呢 订婚结婚以后啊 以后就是大人了 凡事啊 要考虑得远一点 婚姻从爱开始 但要真正经营起来啊 还需要两个人的努力和智慧 我真心的希望你和珍珍 一辈子幸福快乐 谢谢董事长夫人 时间不早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谢谢啊 好 请 有客人在 你们好 这位是 我叫天美 哦 原来是二小姐啊 不要叫我二小姐 这样听起来好别扭哦 叫我天美就好了 我跟浩天还当过好几天的同事呢 浩天 恭喜你要订婚了 谢谢 那行 那我们先走了啊 慢走啊 慢走啊 ом 啊 啊 我就知道 我们注定在一起 把浩天还给我 浩天是我的 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 对不起 我比你先了一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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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做了那么一个梦呢 不会那么巧啊 一次就中奖了 干嘛 有膳呢 来快进来 有膳呢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我刚刚还想起你呢 我是来找浩天的 他在吗 他去找珍珍了 说是一会儿要去拿明天订婚要穿的礼服 没办法 没有钱买新的 只好租用了 不像你 你衣柜里头肯定都是那些 名贵的衣服和礼服吧 对了 友善啊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浩天他又不肯跟我说实话 你想问什么 当然是你跟浩天的事了 我昨天听你爸爸说 你跟浩天在一起一个晚上 有没有这回事啊 是不是真的 那你跟浩天真的 干嘛 哎呦 哎呦 怕什么呀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这孩子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你要是早跟我说呀 你跟浩天已经有那种 哎呦 我还忙什么订婚仪式啊 走 咱们一块去找浩天 让浩天一块去找你爸妈 干脆明天的新娘就换成是你了 哎 干嘛干嘛 不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的 为什么呀 我不想让浩天恨我 我答应过浩天 我是不会给他压力的 我知道他对杨真真有责任 如果现在突然说不娶杨真真了 那万一真真想不开怎么办 浩天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他不会就这样放弃真真的 那 那你怎么办呀 我也不想让浩天辜负你呀 干嘛 您放心 浩天不会辜负我的 可是 他们明天就要订婚了 我怕事情越弄越复杂 到后来 杨真真就像个橡皮糖一样 黏着浩天 怎么也甩不掉 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您放心 我为了浩天 我什么委屈都愿意收 我要用时间 用等待 去换取浩天最真心诚意的爱 哎呦 你要想浩天留在你身边 那你现在就去找杨真真 跟他说清楚啊 你跟浩天那天过夜的事情 我就不信他有那么大度 到时候咱们不说 没准他自己不订婚都有可能啊 你还在这发什么愣啊 干嘛 您的好意我全部都知道 但是我真的希望是浩天他自己发现他们不合适 而主动离开他 我是希望浩天是爱我才和我在一起 如果他最后能娶了我 我希望他能是全心全意爱我的 可是 干妈 我知道您支持我 我也真的很感激您 但是 如果您真的疼我的话 就请您不要让浩天知道这件事 那 如果您听我的 我保证 以后我嫁给浩天之后 我们幸福地产一半都是浩天的 真的 老头子 显灵了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吗 我爸妈本身就只有我和天梅两个女儿 幸福地产 未来肯定是我和天梅接手的 那浩天岂不是 岂不是要发达了吗 对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浩天终于要发达了 要发达了 太好了 干妈 修罗阿姨 我说什么了 你看看 好听的气质连明星都比不上 干妈 你看怎么样 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我好像不只是为女儿订婚 好像是在为儿子订婚 你小时候老爱在我的鸡肉饭店里面转 你就像 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是啊 是啊 以后你要是哪天跟珍珍吵架了 杨柳都不知道该向着谁好了 一边是女儿一边是儿子 啊 干妈你放心 我不会和珍珍吵架的 如果她是对的 我一定依她 如果她错了 我会当做她是对的 还是依她 你可要说到做到才行啊 你跟珍珍两个人 不管是谁受到了伤害 我都不好受 不过老实说 要是你们两个人真的闹别扭 我左一刀 右一刀 最后受伤害最大的人 肯定是我 干妈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相处 我绝对不会跟珍珍计较 新娘子好了 来 你给的甜蜜的伤口 陪着我停停又走走 那些爱过的理由 原来是借口 我只能独自离开 去一个没有回忆的城市 我删掉你的照片 却还是忘不动你的样子 哦 珍珍 真漂亮 我从来都没想到你穿礼服 会这么美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更应该好好珍惜珍珍了 怪你了 不是我这个做妈的自夸 真是我见过的世界上 最美丽的新娘子 是啊是啊 这只是穿了订婚礼服 就这么漂亮 这将来要是穿上白婚纱 那还了得呀 珍珍 妈真是感到非常地骄傲 能有你这么棒的女儿 我今天亲手把我的女儿珍珍 交给我最信任的干儿子浩天 妈真是双喜临门 妈好高兴 恭喜你们 妈 谢谢你 干嘛 谢谢 对外的女儿珍珍 对外的女儿珍珍 你给的甜蜜的伤口 快去下个人很低el 你给的甜蜜的伤口 你一直陪着我停停又走走 爱的理由 对你是借口 你离开以后 我失去自由 burger 浩天 放在花盆底下的钥匙呢 奇怪 门怎么没锁啊 是不是自己偷偷来过没有告诉我啊 没有啊 我想可能是我们上次忘了关门吧 那你下次别这样了 来 干嘛 我有件很浪漫的事要和你一起做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记不记得以前啊 我们经常会这样画对方的 浩天啊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夫妻了 我想我们一起画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第一幅画 并且我希望我们以后经常这么做 因为只有这样呢 我才能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你呢 也能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高大多英俊 是啊 以前我们常常这样画彼此的样子 来表示对方对彼此的心意和感觉 记不记得这件小洋装 我们去上海的时候买的 当然记得 那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件衣服 而且有些人还说我是她的公主 你当然是啊 永远都是 好幸福哦 你答应我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辈子 我永远都是你的公主 嗯 好了 那我就开心了 我们再来看画吧 哇 这是谁啊 戴那么大的眼镜 是不是你啊 记不记得 当然记得了 哦 我记得啊她还在后面的箱子里 啊 真的啊 真的吗 我去拿 嗯 我好想看看你戴眼镜是什么样子 啊 真的很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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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老鼠啊 啊 啊没有我突然想到 从早上到现在 我的还没吃呢 你去帮我买个叉烧包吧 啊 现在啊 啊 对现在 你赶快去吧 今天下午还有好多事要做的 嗯 好了好了 只要我要嫁给你呢 走了啊 嗯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还有脸书 这就是你和杨真真的秘密基地 爱的小木 哎 噓噓噓 我们的第一次在这里发生 难道这就不属于我吗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那天你喝醉了 是个意外 从今天起 从今天起 这个秘密基地 就是我的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老仓库 是我和珍珍约会时无意中发现的 我们存了一年的钱 捡别人不要的家具 一点一滴布置起来的 这地方对于我和珍珍来说 意义非凡 我不管 这里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我绝对不会容忍你和他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 有事 好 要不然这样 我们改天再讨论这件事 好吗 什么时候 总之 改天再说 我再打电话给你 好不好 你是怕珍珍回来看见我们在一起对吧 你很在乎他 柳山 你不要闹了好不好 没关系 他回来我正好可以跟他说清楚 你很在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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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浩天 你给我回来 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东西 祝浩天 怎么跑出来了 回来是不是 我买了你爱吃的包子 我们进去吃吧 我有要紧事要办 你陪我去一趟 不行 我的礼服还在里面 怎么了 事情很重要 是不是 我自己去拿着好了 记得吃 珍珍 我去 你在这里等我 记住 就在这等我 我马上回来 如果有香还是不肯放过我 如果有香还是不肯放过我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请 请 两位随便坐 我去找金董 谢谢 小金不是说她跟金董关系很好吗 那你干嘛不把她一起叫过来啊 话说见面三分情 或许她来的话 我们今天的合作可以谈得很顺利啊 我是在替你着想 我不想继续和小金有来往 免得你心里不舒服 生意做不来可以做别的 但你只有一个 懂不懂 嗯 好 让两位久等了 啊 金董 您好 您好 我是曾风建设总经理颜歌 嗯 这是我的秘书 您好 金董市长 您好 请坐 谢谢 坐 怎么 只有两位啊 小金没来啊 金董市长 孙小姐虽然跟我是旧时 但她目前已经离职 不再曾放工作了 而这个合作案 早在孙小姐之前 就已经跟贵公司联系 但是没能够跟您见上一面 原来是这样 燕总经理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愿意见你 那完全是看在小金的面子上 结果你现在呢 要把小金给撇开 这样不好吧 金董市长 孙小姐从头到尾都没有联系过这件事情 怎么能说我把它撇掉呢 我今天是很有诚意的来谈这个合作案的 能不能先请金董看过我的合作规划 然后我们再聊其他的细节 哈哈 不忙不忙 没谈好原则 先不看规划 金董市长 我们总经理的计划都很蓝善 相信你看过之后一定会有兴趣继续往下看到 我这个开发呀 最重要的就是地段 地段好 什么样的规划都是锦上添花 燕总经理 据我所知 你跟小金原来是男女朋友 甚至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 怎么现在张口闭口都是孙小姐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私事 如果金董市长对合作案不感兴趣的话 那我想 我们就不打扰了 总经理 不要这样子 金董市长 小金 来 来 怎么样 燕总经理 你也在这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参加你们的讨论吗 当然不介意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来 燕总经理 你也坐 小金啊 这个开发案 我可就相信你一个人 怎么样 给点意见吧 好 燕总经理 可以说出你的规划了 这是整个商业区的平面图 这是车站 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 从这里延伸出来 这里是铁路 这里是高架桥 这是快速道 这整个区域的商业大楼非常的多 但是没有移动 足够分量的商业楼 这也是我们目前规划的重点 这是商业中心 这是国际会议中心 我们将会规划在这一块 这不只是个人工程名就的问题 它将会为整个地方上的经济推动 带来正面的意义 坦白的说 这个规划的确是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很多 只不过 这个S型的建筑 中间牺牲掉的空间 是会很多的 金董事长 这是必要的牺牲 而且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商务中心 空间气派是基本需求 而且其实这不能说是浪费 它只是被改为柔性用途 应该这样说 实际的评数 增加的是实际贩卖单位 而严总经理的做法 是增加了每个单位的价值 也就是说 将来在售价上 我们会有所提高 以弥补单位面积的损失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金董事长实质上的收益 并不会改变 但这栋建筑物却同时可能成为 兼具时尚与典雅的城市艺术品 不愧是旧情人 你们之间的默契可是真好 说得我好像不合作都不行 嗯 金董 我看您是放不下这么好的机会吧 怎么样 什么时候签盒都被忘录啊 这件事情 越早敲定越好 早点完工 就早点完成我们的伟大理想啊 啊 这个嘛 没有问题 我看这个事啊 就交给你处理吧 严总经理 你应该好好地谢谢孙小姐 对不起 孙小姐目前不是岑峰的员工 如果金董事长有医院合作的话 我会请夏小姐负责中间的联系 而夏小姐 同时也是我现在的女朋友 不是我这个人毛病多 我还是希望金董事长是真的喜欢我提出的规划 而不是因为孙小姐的交情 我当然是很喜欢你的规划 但是我更习惯和孙小姐谈事情 我跟她数码 凡事好商量 我说过了 她不是岑峰的员工 我没有必要让她这么辛苦的帮忙 不然这样好了 我就当个中间人 帮你们之间互相沟通协调 等合约谈好正式签约了 我再离开 金董事长 其实这次我们的合作 岩总经理 你不需要这样拒人千里之远吧 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情 真的已经淡到了 我当中间人你都觉得别扭 那不如这样 等事成之后 你包个红包给我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 这个合作案的本身 是不是能够真的吸引金董 希望您好好考虑 如果您有意愿合作的话 随时与我联络 如果您还是觉得 非孙小姐介入不可的话 那也没关系 我们就当交个朋友 因为我们走 对不起对不起 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 什么牛脾气嘛 他是对自己的规划 太有自信了 你不也被他的专业吸引了吗 这就是严格 他总能用他的专业 让你折服 让你忍不住爱上他 哎呀 你就不要这么坚持嘛 就算小金进入进来 我也不会介意啊 而且他进来 不过也是个同事而已嘛 只要我们两个人感情好 谁都没有办法破坏我们啊 哎呀 你就不要再动了 你有没有认真在听我说话 我是说真的 我说了你比较重要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又怎么了 小颜 你不可以对天美那么凶吗 是他自己少跟金 我在维护他他还跟我闹脾气 我哪有事在跟你生气跟你闹脾气啊 我是说我真的没有关系 就算是小金加入进来 只要你是爱我的 我是可以接受的 孙小金 怎么又是他 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 奶奶 刚才我和颜格去拜访金董事长 金董事长说 如果要合作的话 就一定要请孙小金来负责 我是觉得既然这个合作案 这么重要 让孙小金加入进来又会怎样 反正他真的是很有才华 刚才开会的时候 他跟颜格的默契真的好得没话说 那当然啦 是这样吗 嗯 我当然知道放弃这个合作案很可惜 我也看出来金董真的很喜欢我的案子和我的规划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把小金扯进来 应该是 交情好吧 孙小金这个女孩子交际手腕一向是很厉害的 奶奶 我是觉得这个合作案真的很好 我们真的不能放弃啊 刚才 颜格在发表他的理念的时候 我真的好感动的 我是觉得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是非要由颜格来执行不可的 你怎么听不懂啊 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如果我和小金合作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应酬 到时候你生气不开心怎么办 我说了我不会了 奶奶 我真的不是这样的女孩子 我真的不会乱吃醋的吗 其实小颜说的也没错 毕竟啊孙小金对小颜还没有死心啊 他已经死心了 他已经跟我说了 昨天晚上他还祝福我们呢 什么他真的这么说了 我想他是想开了吧 只能说他跟颜格没有缘分 要不这样我去找孙小金谈一谈 看看他是不是愿意针对这个合作案来担任我们的顾问职位 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不用放弃掉整个合作案 另一方面呢只是针对这次的合作案 看看是不是合作案结束之后 我们还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聘用他 我看这倒是个办法 这样吧 天美你去找孙小金谈一谈 嗯 那我就先出去打电话给他 嗯 这个女孩子真是有点傻 可我就喜欢她这个傻劲 现在的人都太聪明 太过于算计了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牛奶更适合你这样的小妹妹 嗯 其实我已经不是小妹妹了 再说我平时也会喝咖啡啊 甚至 我跟严格的相识也是因为咖啡 哼 我觉得还是牛奶适合你 嗯 你来找我是 就是和金董事长合作的事情 颜格他是因为顾虑我 他怕我吃醋所以才没有让你加入团队 所以你是来邀请我加入层峰的 嗯 因为从小我就听我爸爸说盖房子的事情 我爸爸他希望每一个需要的人都可以买得起房子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一个温暖的窝 虽然这个愿望比较小 可是真的很实在 我听说过 你爸爸是幸福地产的董事长夏正松 嗯 所以我只有等到了层峰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啊 家并不是窝那么简单 他还是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城市的身份 一个城市的气质和理想 甚至是未来 没错 层峰建设盖的就属于这种 往往某个城市 因为一个标志型的建筑而改变 比如巴黎铁塔 伦敦的大笨钟 还有伦敦眼 像卢浮宫和金字塔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至少对我而言 我愿意支持颜格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尤其是那么伟大的事情 就算冒着我和小颜 就行复燃的危险 你也不在乎吗 啊 跟你开玩笑的了 其实我也只是想帮颜格而已 这栋大楼曾经是我跟颜格的梦想 就是它埋葬我们爱情的那棵大树啊 在那儿我们曾经讨论过 这个城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建筑 像欧洲有很多百年建筑 很多文化遗产 而我们有什么呢 所以我和颜格希望 有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百年建筑 你放心好了 等做完这个案子 我就回美国 不会打扰你和小颜的 谢谢你的宽宏大度 我明天回去找颜格 跟他签一下合作约 然后代表层峰 去和金董谈合作细节 这不只是为了严格 也是为了我自己 奇怪 怎么一跟孙小金过招 我就好像个白痴 除了傻笑 什么也不会做 我怎么回事 笨死了 怎么样 漂不漂亮 很漂亮 好像不太适合我们的年龄 不适合我的年龄 我再换一件 我还要你等着我 好 来看看 这件呢 太漂亮了 你就像外国的那种什么女神 希腊女神 不管是什么女神了 总之好漂亮啊 因为呢我的常礼服 是最适合这种头发了 妈妈在等我 连我的头饰都是妈妈亲手做的 因为我最知道真真美在哪里 好了好了 快换上衣服吧 秀兰帮个忙 好好好 穿礼服了 穿礼服了 这是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试穿的时候明明没有 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呢 是谁这么可恶啊 竟然刺破礼服 哎呀 没有礼服 我怎么参加订婚典礼呢 这 有杀 你饶了我好不好 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你问我会的 不关我做什么 都不要怀疑我和你的爱 你告诉我 我们都差不多 我要用最激烈的方式证明 我爱你 哎哎哎哎哎 晓天 你干什么去啊 可当年我们 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 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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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爱你 你忘了自己需要 爱情的